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业剧 由于进入了8月份的雨水是特别多 这些业剧都是一直放在室外养护的 这个花朵刚开没多久被雨水淋过之后 就是凋谢的比较快 还没来得及欣赏 大家看一下这个花朵完全被凋谢了 那么凋谢之后我们就要急需的把它修剪掉 如果没有急需修剪掉的话 这个花瓣它就会腐烂在这个极竹上 就很容易允许续菌 而且看上这个极竹生长的比较高 那么我们就要把它修剪掉 看上这个花朵丢穴之后 很快就会有一些虫子来拭清了 那么就把这个蚕花修剪掉 还有这个也要把它修剪掉 那么把这些蚕花修剪掉之后 就是给它施肥 能让它快速的冒出彻芽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淡肥 它是可以促进植物快速生长 让这个叶片更加浓烈 而且它也可以增加光合作用 使用方法也比较简单 因为这个淡肥它所含的盐素是比较单一的 我们使用的话 就要根据这个菊珠的大小来给它使用 像这个菊珠比较粗壮的话 我们就给它使用多一点 能让它吸收更充足的养分 让它快速的冒出彻芽 把它撒入盆土表面 经过浇水之后 它就会快速的溶解 能让这个菊珠快速的吸收 那么我们使用三次这个淡肥之后 它基本上都会冒出了侧芽 我们再改用为这个塑像复合肥 能让它吸收的比较好 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